白霜是巫师系列中一种可怕的存在 被白霜侵蚀的世界 寒冷自古万物凋敝 难逃被毁灭的命运 可以理解为吃鸡中的毒圈 没有谁确切的知道白霜的由来 爱恩爱尔精灵族在应对白霜侵袭时 一直都采用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他们会赶在白霜侵蚀自己的世界之前 大规模转移到别的世界中 令他们绝望的是 白霜会一直追随着他们的转移 无法逃避 更为不幸的是 在演化发展中 他们不幸丢失了大规模传送的能力 只能通过上骨之血的力量传送自己的种族 或者用上骨之血来终止白霜 但是如果失败 那么就会牺牲掉拥有上骨之血的个体 西里就是目前爱恩爱尔精灵族 紧致地拥有上骨之血的人 在此前一系列的机缘巧合之中 西里闯入了爱恩爱尔族所在的异世界 爱恩爱尔族希望与西里通婚 留下上骨之血的力量 然而安爱尔的领袖奥伯伦对西里人类的身份心怀借地 不肯放下身段与其通婚 这时 巫师三里的头号大boss 安爱尔精灵族骑士部队领导 也就是率领狂烈的艾瑞汀 决定给奥伯伦吃下能让他枯木迎新春 老树发心芽的神药 过猛的剂量直接让奥伯伦死亡 西里趁着混乱逃跑 为了躲避狂烈追捕 多次穿越到不同时间线的不同世界 并分别在威伦 诺维格瑞 以及史凯利格群岛留下了线索 这引起了西里的生父 尼弗加德国王恩西尔的注意 于是他寻求叶奈法和杰洛特的帮助 来找回自己的女孩 接受委托之后 两人决定根据现任的消息分头行动 杰洛特先前往威伦和诺维格瑞 探寻西里踪迹 而叶奈法则要去史凯利格群岛 他怀疑那里最近发生的一场爆炸 和西里有关 这便是巫师三故事的由来 寻找西里也成为了贯穿整部游戏的核心主线 事实上 在接受寻找西里的委托之前 杰洛特还曾在白果园地区猎杀过施救 并四处打听业奈法的消息 但是为了紧凑连贯的讲解主线剧情 暂且略去不提 另一方面 由于巫师三的分支选项过多 支线任务也过于庞杂 接下来的部分 将紧按照好结局的路线来讲述 并掠取一些支线的过多赘述 威伦位于西泰摩利亚 是全泰摩利亚王国最穷的省份 人际罕至的沼泽 贫穷的村庄 与没礼貌的相伯佬 是人们对威伦的第一印象 威伦人多以农业 工业与畜牧业为生 这里几乎没有天然资源 但是四处都分布着沼泽与泥沼 杰洛特首先来到威伦地区 与线任汉翠克街头 由于常年战乱 威伦早已名声凋敝 大量田地和村庄被损毁殆尽 再加上威伦大部分区域都被沼泽覆盖 使得这里的环境十分恶劣 这片地区由人称血腥男爵的菲利普掌管 杰洛特来到现任汉翠克所在的村庄 发现这里寒冷刺骨 与村外的暖阳格格不入 这种异常让杰洛特有些不安 在从野狗的撕咬下救出一位村民后 杰洛特了解到前天夜里 村庄来了一批可怕的骑士 所到之处生灵涂炭 他敏锐地意识到 这一定是狂烈大军所为 杰洛特冲进汉翠克的屋内 发现为时已晚 汉翠克已经被拷问致死 他镇定一会儿后 开始仔细勘察起现场 在尸体的靴子里 找到了通往地下密室的钥匙 并成功在密室夹墙里 发现了汉翠克的笔记 这一趟调查收获颇风 从笔记里杰洛特得知 西里曾受血腥男爵的邀请 前去做客 还与一位女巫发生过冲突 经过一阵思索后 杰洛特决定 先从女巫这条线开始调查 他通过询问探查 找到了女巫的家 并使用感知能力 发现了一道传送门 从中进入到一个山洞内 好家伙 杰洛特定睛一看 这哪是什么女巫啊 原来是自己的老熟人 女术是凯拉 此刻他正在温泉水滑洗凝脂 作为好朋友的杰洛特 还友善地提醒凯拉 露了一个地方没洗 弄得凯拉一阵娇羞 待凯拉穿上衣物 两人一阵嘘寒问暖 杰洛特才得知 凯拉并没有和西里碰面 这不禁让杰洛特有些失望 但是凯拉向他透露 有个戴面具的精灵法师 向他询问过西里的情况 精灵法师告诉凯拉 他和西里约定了在威伦会面 如果凯拉遇见西里 就去精灵遗迹找他 这个精灵法师是谁 他和西里有什么关系 他的目的是什么 目前这些都还未知 两人姑且决定 先去精灵遗迹看看 这二人没有料到的是 狂烈部队也来到了这里调查 双方在精灵遗迹内 经过一场战斗后 杰洛特发现了精灵法师 留下的投影暗语 海鸥的女儿 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快离开这儿 不要相信任何人 特别注意驼背沼泽的女巫 结合此前凯拉并没有和西里碰面的事实 杰洛特明白过来 汉崔克笔记里记载的应该就是 驼背沼泽的女巫 凯拉听闻了杰洛特的推断后 送给他了一本临终夫人的书 里面记载了在危机四伏的沼泽之地 找到驼背女巫的路径 杰洛特十分担心西里的安危 当前出发前往驼背沼泽 奇怪的是 一番搜索后并没有找到什么女巫 只是发现了一所孤儿院 里面只有一位老奶奶带着一群小孩子 无奈杰洛特只得向他们询问西里的下落 老奶奶表示并没有见过西里 然而一个小男孩说 强你知道这件事情 诡异的是 老奶奶气愤的表示 没有哟尼 并且不让杰洛特继续询问 杰洛特心知这里面必有古怪 这群孩子肯定知道点什么东西 于是略施小记将老奶奶骗开后 向小男孩询问起哟尼的所在之处 按照小男孩的指引 杰洛特找到了他 原来眼前这个浑身发青 大眼珠子楚楚可怜的 杰洛特是一个小地灵 他似乎知道一些和西里相关的消息 只是他的声音被封禁在一个瓶子里 无法说话 这个好办 杰洛特不一会儿的功夫 就在人面妖鸟的巢瓶里找到了一个瓶子 让杰洛特恢复了声音 从他的口中得知 此处被三个老巫婆掌管 他曾看到一个灰白发色 浑身是伤的少女在逃跑 后面就有老巫婆在追他 听到了小地灵的描述 杰洛特预感到西里面临着巨大危险 便让小地灵带路去找三个老巫婆 小地灵为了报答杰洛特的恩情 前去孤儿院找到老奶奶 一番软磨硬泡后 老奶奶同意带杰洛特见了巫婆 老奶奶领着杰洛特上到阁楼 里面挂着一幅用头发编成的精美壁画 上面画着三个倾国倾城的爵士美女 老奶奶念动咒语后 女巫们便附身老奶奶的身上 杰洛特虽与他们开启了谈判交涉 三个巫婆给了杰洛特一个造型奇特的匕首 让她带着匕首去帮他们解决下 瓦伦村的问题 之后就会告诉杰洛特他想知道的 杰洛特目前满脑子的疑惑 他不清楚这三个老妖婆 是敌是友 然而目前也只能暂且听他们的话 继续调查西里的下落 来到下瓦伦村后 杰洛特亮出匕首取得了村长的信任 村长告诉杰洛特 最近村里发生了很诡异的事情 很多人在睡梦中离开家 然后却再也回不来 他们都死在了尼南山丘的一棵大树下 希望杰洛特能去调查 帮助村庄解除厄运 在尼南山丘的地洞下 杰洛特找到了一个被树根层层禁锢的树心 树心告诉杰洛特 三个老巫婆心肠非常坏 织婆收集人们的头发来玩弄他们的命运 主婆用人肉煮汤吃 尼南婆收集人的耳朵 充当她的耳目 之前杰洛特见到的那些孤儿 也都会死在三个巫婆手上 只有把她放了 才能解救那些孤儿 杰洛特听了以后大为吃惊 若真如此 那西里的境况可能十分危险 谁知道这三个老妖婆会对西里怎么样 可是杰洛特也留了一个心眼 她并没有完全相信树心说的话 反问起树心如何解释 很多村民死在她这里 树心解释道 这片森林此前是由她守护 可是后来三个老妖婆杀死了自己的肉身 并把她的灵魂禁锢在了树里 这些人都是在睡梦中被巫婆鼓害过来害她的 而她自己受到这片沼泽的自然之力保护 在自然的驱使下 附近的野生动物会杀死任何靠近的人 所以有大量村民死于非命 树心还请求杰洛特解救自己 杰洛特一时犯了难 她在想到底要帮谁 联想到之前小地灵言之确凿地说 老巫婆在追受伤的系里 她决定读一把相信树心的话 依照树心要求 她找来乌鸦羽毛 黑马和树心遗骸等物品 帮助她解除了封印 树心灵魂附身于黑马之上 飞快地冲出了地洞 至此村民离奇死在尼南山丘的遗团也解开了 杰洛特返回村长处 村长割下了自己的耳朵 让她带回给三个巫婆 作为答谢酬劳 这似乎佐证了树心所说 尼南婆收集人耳 充当耳目 杰洛特回到孤儿院后 三个女巫献出真身 果然是一副老妖婆模样 奇丑无比 跟壁画里国色天象的美女 判若两人 三个老妖婆现身的第一件事 就是惩罚老奶奶 原来老奶奶疏于看管 被树心救走了孤儿 杰洛特安心了许多 看来树心并没有骗她 受罚的老奶奶一阵惨叫 手心浮现出一处火烧痕迹 杰洛特流心地记下了 这块痕迹的大小形状 虽然树心被放走了 让三个老妖婆十分气愤 但他们还算守承诺 告诉了杰洛特有关西里的事情 原来西里受到狂烈追捕时 富商来到此处 三个老妖婆收留了西里 然而他们并不是闪心大发 而是为了吃掉西里 得知真相后 西里迅速逃走 至于去向 三个老妖婆也不太清楚 听闻这些 杰洛特怒火中烧 他告诉三个老妖婆 等找到西里后 回来跟他们算账 至此 汉崔克笔记中 女巫的这条线索 已经摸清了 杰洛特决定 动身前往血腥男爵处 继续探索西里的下落 血腥男爵身为 威伦地区的一方之主 狡猾老恋 目前他的妻子和女儿 离家出走 他迫切地想要找到他们 见到本事高强的 杰洛特送上门来 自然喜出望外 他想利用杰洛特 来帮自己找妻子和女儿 那么 怎么才能让杰洛特 乖乖听话呢 他决定先告诉杰洛特 一部分关于西里的消息 吊着杰洛特 等到杰洛特帮他找到妻女 再告诉他西里的全部动向 他先和杰洛特 讲自己确实见过西里 并表示西里 从驼被沼泽而来 有人误以为西里 是自己的女儿 便把他带过来见自己 杰洛特听完后 心中暗喜 之前调查女巫的线索 并没有断 反而在这里连上了 西里应该是逃脱了 三个老巫婆的独守后 来到了血腥男爵这里 但还想继续追问下去时 血腥男爵便扔给了杰洛特 替他找老婆孩子的大麻烦 无奈 爱女心切的杰洛特 只能继续充当工具人 杰洛特根据男爵夫人房间内 所掉落的护身符 找到了大黑树下的一个巫医 了解情况 从巫医那里 杰洛特了解到 这道护身符 确实是无疑给男爵夫人的 并且男爵夫人曾经怀孕流产了 孩子被扔到坟墓 但是又活了过来 杰洛特敏锐的反应过来 那是狮鹰 也许可以通过解除狮鹰诅咒 或者用狮鹰的血 进行祖灵前业绩 来让狮鹰找到 家里亲人的所在位置 想到方法之后 杰洛特迅速返回乌鸦巢 结果发现 男爵烂醉如泥 还点燃了马轿 于是三拳两脚一番教育 让其清醒了过来 男爵拉着杰洛特就开始哭诉 当时他家暴妻子 让妻子意外流产 死鹰被直接摊放在床单上 妻子和女儿也离家逃走 懊悔不已的血腥男爵 把死鹰包裹后埋了 因为想早点结束这一切 所以他连一个简单的葬礼 也没有举行 这也是死鹰变成狮鹰的原因 午夜时分 杰洛特和血腥男爵 来到死鹰埋葬处 可能是心怀愧疚 血腥男爵强烈要求解除 狮鹰的诅咒 而不是杀死他取血 杰洛特便让血腥男爵 抱住狮鹰回家 在途中杀死了多只 被引过来的妖灵 并用亚克西法印 压制狮鹰的暴虐情绪 总算有惊无险的 把狮鹰带了回来 埋在了家里门槛下 开始了一日一夜后 狮鹰终于重生成了 家屎妖精 这家屎妖精 可以守护家庭 拥有寻找失散家人的本事 这下好了 跟随家屎妖精的指引 终于可以去找 男爵的老婆孩子了 在指引下几行周转 杰洛特来到了 一个渔夫的屋内 从渔夫那里了解到 渔夫曾协助过 男爵夫人和女儿的 逃跑计划 但是路途中 男爵夫人突然尖叫起来 渔夫发现 她的手掌心上 有个痕迹 发光发亮 如同着火一般 跟着跳出一只怪兽 杀死了马 还把男爵夫人抓进了 驼背沼泽 女儿子侥幸逃脱 后来被安置到了 渔夫的兄弟家 杰洛特心头一震 驼背沼泽 不就是之前的 三个老妖婆的 所在之处吗 还有那个火烧的痕迹 她曾看到过 那个老奶奶手上 有一个一模一样的痕迹 杰洛特一下子就想通了 原来那个老奶奶 就是男爵夫人 她应该是受到了诅咒 被老妖婆抓去 当了仆人 查清楚男爵夫人的去向 杰洛特立刻又动 身前往渔夫的兄弟家 寻找男爵的女儿 可谁知 男爵女儿被伤透了心 对原来的家庭 心灰意冷 迟意不肯回去 杰洛特也不好 光天化日的 强强民女 只得返回乌鸦窝 告诉男爵 他所知道的一切 确信男爵还算遵守承诺 向杰洛特 言明了西里的去向 原来西里在男爵 这里养好伤后 一天和男爵赛起马来 但是突然飞来一只 骇人凶猛的石化蜥蜴 抓走了男爵 千钧一发之际 西里使用闪现 至男爵身前 并斩杀了石化蜥蜴 由于西里 刚才使用了魔法 他担心狂烈 会群着踪迹 很快赶来 便立刻离开这里 前往诺维格瑞城 寻找一位女叔叔 男爵言明西里的去向后 请求杰洛特 帮忙救出自己的夫人 这时 屋门突然被撞开 一个长相丑陋的 怪物小矮子冲了进来 嘴里发出一些 几里哗啦 听不懂的怪语 世卫很快把他赶了出去 血清男爵告诉杰洛特 这是乌玛 他曾在诺维格瑞的 一家酒馆 和一个史凯利格群岛的商人 打昆特牌 乌玛就是那时候赢过来的 杰洛特对乌玛十分留意 因为他的徽章震动了 他能感受到 这个叫乌玛的小怪物 肯定不简单 在接受男爵委托 帮助他救完老婆后 杰洛特便马不停蹄的 前往诺维格瑞 在接受男爵托 在接受男爵托 维格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